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三年为公司赚十亿 新电影即将上映 粉丝喊杜华,包8500场 说到内娱的摇钱树 王一博绝对是榜上有名的 自从陈情令播出以来 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王一博饰演的蓝望鸡 依旧是很多观众心目中很经典的一个角色 在陈情令 之前,王一博有一定的热度和名气 王一博出道以来一直都在乐华娱乐公司 之前通过男团出道 王一博多年以来虽然解锁了很多新的身份 但是他的舞蹈功底一直都没有退步 如今在《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王一博的表现依旧很精彩 缠连了两届冠军队长 出道多年以来王一博一直都在坚持 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 他才能够把握住蓝望鸡这个机会 自从蓝望鸡这个角色走红之后 王一博也受到了观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其实娱乐圈中一夜爆红的演员有很多 但是能够连续走红多年 能够把这一份热度维持下去的艺人 其实并不多 如今王一博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陆续拍摄了多部电影 而且有一部电影也即将在国庆档和大家见面 能够把握住国庆档这个时机 相信王一博的这部电影也非常值得期待 王一博自从出道就一直在乐华娱乐公司 这么多年以来 公司签约了很多艺人 而且每年都会有很多新人加入公司 但是自从王一博走红之后 他已经成为了公司公认的一个 即使后期公司签约了很多新人 一批又一批的新人 都没能够超越王一博的热度和地位 之前公司的老板杜华还曾放话称 要打造出第二个王一博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消沉了 在最新的数据统计中 王一博三年的时间里为公司赚了超过十亿 这样的数据真的是很震撼的 王一博摇钱树的名号也是实至名归的 如今王一博在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 但其实他的很多资源和合作 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的 在没有走红之前 包括王一博参加创造营的机会 都是因为节目方看中了王一博的舞蹈实力 最近王一博和陈晓主演的电视剧 《冰与火》还在热播中 导演每次提到王一博的时候 都会觉得非常骄傲 而且也觉得他是一个来日可期的演员 他会选择王一博也是因为他觉得 王一博和陈宇这个角色是非常契合的 接下来的国庆档 王一博合作 胡军 周东宇等人的新电影《长空之王》或将上映 这部电影秘密拍摄了几个月 一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正式官宣 这部电影中王一博饰演的是飞行员 他曾在节目中谈到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受 他个人也认为是一次非常新鲜的体验 看到王一博三年来为公司创造的收益 加上接下来王一博的新电影即将上映 网友们都纷纷喊话 一定要为王一博的新电影包场 不得不说作为公司的摇钱术 电影包场一定要及时安排上 粉丝们也觉得非常骄傲 出面的帮助